设计师受雇帮忙改造宝石 却在中途发现宝石并不是雇主的 难不成这是雇主偷来的脏物 今天为大家带来故事 愤怒的红宝石 雪怡是一名珠宝设计师 凭借珠宝改造的技术开了一家店 但也因为不停的工作忽视了自己的生活 丈夫已经去世了七年 她却一直没有再婚 而且最近常常感到异常的疲惫 助手劝她给自己放个假休息休息 但被工作狂雪怡给拒绝了 听说最近都是些旧宝石改造后 助手十分兴奋地表示 里面会不会有灵异宝石呢 据说被佩戴过的宝石 会带着对主人的感情和执念 雪怡也听过这种说法 但她一直半信半疑 觉得迷信的说法不大可信 这天店里来了一位女顾客 女顾客坐下就开始摆架子 掏出一个盒子 想让她帮忙改造一枚红宝石戒指 雪怡看到这枚戒指 就眼睛放光 这是一枚十分高级的歌血红 女顾客十分不耐烦 似乎十分着急 让她帮忙把戒指改成项链 不管什么样式 只要尽快改好就行 雪怡来不及多想 只好急忙借了单 这枚戒指就这样 寄存在了她这里 雪怡将宝石带回家 开始按照自己的想法 做图稿设计 并准备将戒指进行切割 看着这枚完美的戒指 雪怡一阵惋惜 但收人钱财体然办事 她无奈的准备进行切割钻石 就在她举起切割刀 对准红宝石那一刻 却突然动不了了 等她再反应过来 自己的手上出现了一道伤口 而她完全忘了自己怎么受到伤 助理听到动静赶过来 帮忙清理戒指 却在戒指上发现了一个名字 通过放大镜发现 是一个女人的名字 似乎是戒指的主人 但和那天的女顾客并不是同一个名字 也就是说 这枚戒指并不是那名女顾客的 可能是人家从母亲那里继承下来的呢 女助理还是觉得有点不对劲 会不会是从哪里偷来的 而且就那女顾客的素质 看起来就不像家里能有这种东西的人 雪怡觉得 这样背着客人说坏话十分无礼 于是斥责了几句助理 但她自己也隐隐觉得不安 开始怀疑起这枚戒指的由来 晚上雪怡回到家中发现自己的婚戒突然变紧了 勒得她手指疼 就在她慌忙想拔掉戒指的时候 灯光开始闪烁起来 紧接着灯完全熄灭了 雪怡感觉自己身后有人 她害怕极了 完全顾不得手指上的疼痛 刚想转过头去看那人 突然手指上的疼痛又将她的注意拉了回来 一只手从身后伸出 紧紧地抓住她的婚戒 嘴里不停地说着还给我 雪怡动弹不得 使劲想挣脱 自从丈夫死后 这枚戒指就是自己的依托 眼看着那只手即将把戒指抢走 雪怡着急地喊 这是她自己的戒指 一瞬间那人不见了 灯也亮了起来 经历了这件事后 雪怡并不感到害怕 而是觉得有些悲伤 那个女人或许和自己同病相连 第二天早上雪怡戴着红宝石戒指回到店里 突然门铃响了 可抬头看并没有人 就在雪怡以为自己听错了的时候 店里突然出现一个老婆婆 老婆婆说 那戒指是丈夫送给她的 十分重要 希望雪怡能还给她 原来老婆婆就是那枚戒指的主人 戒指上刻的就是她的名字 雪怡一瞬间心领神会 并决定将戒指还给老婆婆 可当她将戒指拿出来的时候 老婆婆又不见了 询问刚到店里的小助理 助理也表示 并没有看到这么一位客人 这时雪怡才发现 外面在下雨 而奇怪的是 刚才那位老婆婆并没有打伞 衣服上也没有湿掉的痕迹 仔细回想一下 声音也和昨晚抢她戒指的女人很像 雪怡瞬间毛骨悚然起来 为了解事情真相 雪怡打电话给送戒指来店里的女顾客 想让她带着宝石的鉴定材料过来 谁知对方一听当即发火 并决定不再雇佣雪怡 表示要立刻将宝石拿走 可是那之后的好几天 那位女顾客都没有出现过 雪怡便亲自去到了女顾客家 却发现女顾客竟然死了 家人正在为她举办丧事 询问之后得知 那天女顾客和她通完电话后 就遭遇车祸去世了 得知真相的雪怡心事重重 就在她准备离开的时候 在门外发现了神似那位老婆婆的背影 她赶紧追了上去 然而转过来 却是一张年轻的脸 原来女人是老婆婆的女儿 她母亲早在五年前就去世了 这枚戒指是她母亲传给她的 她十分感谢雪怡帮她找回戒指 因为这是母亲年轻时 父亲送给她的 所以母亲十分珍视这枚戒指 就算在最贫困的时候 母亲也没有变卖 雪怡十分好奇 这么贵重的戒指 为什么落在了女顾客的手上 原来女人嫁给了一个花心男 而女顾客就是她老公的情人 为了给情人分手费 她老公把戒指偷拿给了对方 雪怡听完一阵唏嘘 不过女人表示 事到如今也没有什么追究的必要了 女顾客死了 戒指也追回了 她那花心老公如今也病倒了 或许是母亲在替她报复那两人 说着女人露出一个诡异的笑容 看着女人的笑 雪怡不寒而栗 去使她母亲鬼魂前来索要戒指的 恐怕不是母亲生前对戒指的执念 而是这女人对丈夫和情人的恨意 愤怒的红宝石出自电影《毛骨悚然撞鬼惊》2011特别篇 许多时候执念太深 或许会让我们一错再错步入深渊 偶尔学会放下 眼前的世界可以豁然开朗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